哈囉大家好 我是大師 那今天要玩的是遊戲是天氣劍 那現在是第31幕 天之天 地之雅 然後這一關都是小兵 所以應該沒什麼劇情 然後更拿兩銀宣誓的寶物 好 喜歡我的頻道請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IG跟LB 還有追取 好 我們開始吧 哇 好剛的冰川啊 從千魂之窟再往下 咱們會越來越接近尋海之底 九地之雲在致函的凍氣之下 沿路圍圖都是這種冰封的洞源 還有有火雲爆炒的火雲鋼氣保護 我們的增員才不是為函氣所清 好 過了 咱們得從這冰咬下去嘛 安 對澳的地方有點 哼 咱們那麼不往下走 怎麼到了尋海之底 還有這冰窗中 洞有一隻夭龍的枯骨 咱們會踏著它的骨骸下去 好 這有骨骸 會不會在霸劍裡面出現呢 這個夭龍 帶了冰窟之底之後呢 幸運的凍結在冰窗前行 在從西北山壁上的沿蕩出去 根據古籍記載 那裡有條天然的沿縫 通往冰華之陵 從那裡往九地之院的路 會比較好走些 這地零氣瀰漫 似乎有眾多妖魔在此徘徊 大家可要小心點 這件大叔說的事 總之都下去吧 天之遙 底 天之遙 底之遙 好厲害的旋領洞氣 到了洞口 應該就離巡海之底不遠了 在路邊地滑溜 大家得多稍微小心一些 嗯 知道了